由于车子的两个大灯到现在都还没到货 帕特便从家里的这辆宝马拆了两个 准备暂时用着 不过在安装它们之前 咱们需要先把这引擎盖链调整一下 因为它跟两侧翼子板匹配的缝隙稍微有些大 相比刚刚 现在看着就好许多 两个大灯等了都快一个月了 还没到 该不会是路上跑丢了吧 保险杠跟大灯安装好后 看了一圈 帕特感觉这轮煤的位置有点凸起 于是给它处理了一下 还有主架A柱这块凹进去的地方 厚保险杠 顺带手把它拆下来 等会进行修复 先将这个刚到的引擎盖装上去 看看效果如何 全碳纤维材质 可花了不少码内 这引擎盖一装上去 注意力全在这上面了 该说不说的 真心好看 顶部这两侧还有个通风口 查看完事 把旧的装回去 开始修复损坏的车身面板 这些画圈圈的地方 都是需要进行修复的凹痕 给这周边的漆打磨掉 帕特这是换设备了呀 速度明显提升许多 咔咔咔一下 就鼓到好了 接着往这上面刮上一层蜜子 等个十分钟左右 再用砂纸将其打磨平 蜜子刮得有点多了 还得换小号的砂纸 继续打磨一遍才行 车身上的问题搞定好 接下来鼓到这个厚保险杠 操作方法基本一样 不过之前 没发现有这么大的损坏 让帕特这么处理一下 咋感觉损坏的面积还变大了 都可以直接换个新的了 给这修复的地方清洁干净 然后喷上一层底漆 干燥一晚上 紧接着帕特给车子送到喷漆房 把色漆都喷好了 现在装的大灯则是新的 地下这两个 是之前从其他车上面拆出来赞用的 保险杠也不知道啥时候跑到这上面来了 将软管连接好 再给保险杠安装回去 中间帕特有事停了几次 所以这车子修得有点乱 车内拆出来的内饰板 也给他装上去 转向灯条 还有车头这个类似鼻子的装饰格衫 感觉车头覆盖件匹配的效果 还不怎么完美 帕特又对保险杠 还有引擎盖进行了微调 顺便还把密封橡胶条装了上去 将这前挡的下饰板清洁一遍 随后连同雨刷器 一起给它们装回去 破损的挡风玻璃 帕特也已经换了块新的 安装上碳纤维的引擎盖 再把这个帅气的车标整上去 给车子贴上一层车衣 这辆宝马M1修到这里也就完工了 帕特选的这颜色 还挺不赖的 老规矩给车子洗一遍 这多幅式轮毂越看越喜欢 帕特选的衣装